比赛是测试和验证实力的时刻 也是一个跟对手切磋的机会 如果把握得当就能够打下名气 我们看过各式各样的比赛 有些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也有一些可能是你未曾听闻过的 新单元《我是冠军》 要介绍的就是在少见的比赛当中夺冠的故事 首先上场的冠军人物 从事的工作和巧克力有关 感谢所有喜欢吃东西的好朋友 感谢我们的支持粉丝 我们还有支持我们的顾客 还有要感谢我们最重要的爸爸妈妈 谢谢你们支持我们 太好了 你好 我们是Forsa Chocolat 我们是Singapore的Bin Tu Ba Chocolat Magas 我们这周会赐一些美国特色博士 这个美国特色博士 我们赐完美国特色博士 这两个酒萝卜 烏龙和黄色博士 也赐了銀盒 本地巧克力品牌Forser Chocolate 自2017年起 已经连续三年 在国际巧克力大赛中获奖 除了风味巧克力 各类单元黑巧克力 也深受裁判青睐 它是目前为止 唯一获得这项殊荣的 新加坡品牌 其实我们赢得第一份奖 像是那个咸蛋黄的 那时候我们参加的时候 只有一个得了奖 然后渐渐地第二年第三年 我们才得了比较多奖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们也很骄傲 我觉得是一个强行争 感觉上就是代表 我们的巧克力 至少有一个国际水准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因为在很多消费者的心目中 巧克力就是欧洲品牌很好 可是我们制造的巧克力 也有自己的特征 隐藏在克兰芝工业区里的 Fosser Chocolate 由三个年轻人共同创立 他们的巧克力 最大的特色是融入了 本地美食的口味 我们三个人都很喜欢吃东西了 对我们来说 制造巧克力就好像一种艺术 所以我们就想方法 怎么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放入巧克力里面 三个巧克力发烧友 没有任何烹饪背景 只有满腔的热血 和满脑子的创作灵感 靠着自学和不断实验 做出自己想要做的巧克力 我们通常会做个 隐藏味测试 然后有可能会请 家人或陪我来试吃 然后他们会写说 看到底适不适合 没有说一次过就成功了 通常一个口味 我们做了有几十个 不同的版本 很快也是有一个礼拜 也是有想了半年 还没有成功的 从选斗 研发到制作 全由三个人亲自把关 就连产品的包装设计 也不假手他人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 只可以我们自己做 所以是完全是 一百八千新加坡做的 三名年轻老板 在国际比赛中获奖无数 但是公司成立了三年 至今没有计划 开设自己的专卖店 这让不少人感到奇怪 Faucer Chocolate 目前只有在一些店铺 或咖啡馆寄卖 三名老板很满意 目前这样的经营方式 他们认为 凡事都要按部就班 先打响名堂再说 因为我们刚开始 所以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店面 就是靠朋友 靠卖券家来 扣服务 早期的时候我们参加了 比较多那些 爆发市场 很多人来我们的爆发市场 他们会说你在卖什么 你在卖书吗 因为看起来 那个包装有点不像巧克力 做商顾客他们都会很惊讶 他们会说 真的吗 是新加坡做的吗 我觉得新加坡人 还蛮敢尝试新的东西的 所以只要你把那个巧克力 放在他们嘴巴 他们就会吃了 所以吃了之后 好吃他们就买了 为了让人们对手作巧克力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他们也不时抽空举办工作坊 这些就是我们跟我们的消费者 沟通的方式 如果您喜欢这些温度的味道 你会喜欢我们的巧克力 三个年轻老板 六年前在职场上认识 由于都喜欢吃 便想尝试自己制作巧克力 没想到越做越认真 三年前相继辞去工作 全心投入巧克力生意 其实我们没有想过 会开一个巧克力公司 就是在国外品尝过 全心投入巧克力 之后才发现 巧克力其实能这么不一样 所以从那开始 从各个地方采购了 小批的可可豆 在家里试试 但是我记得第一批巧克力 都相当难吃 为了获取更多相关知识 他们还自费到外国参观 可可豆农场跟果农交流 其实创业嘛 所以我们都要敢学 敢做 自己去尝试 我觉得那样我们会学得比较快 比较好 我觉得不简单 所以才好玩 当我们制造的东西 得到了其他人的肯定 甚至是国际上的肯定 就会有一种满足感 那满足感就是推动力 获得冠军 对他们的努力和付出 固然是一种肯定和回报 但却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最终目标可能是五年 十年后 他们每个人都知道 Forset Chocolate是一个新加坡品牌 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品牌 也希望说当旅客来新加坡时 他们也会带我们的巧克力回去 就是来新加坡一定要买 我们的巧克力 才算是有来新加坡